contract有這麼多種 單方面曾經說 非力的就是binding和enforcing 是有實質性和遵守 foidable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 不過是可以取消 我什麼時候都說 foidable你只要記住一個字就是fraud 就是說那個合同 是可以某一方面去否認 不去繼續履行這個合同 因為某一些東西是錯了 包括第一,強迫 to rest 第二,manage威脅 口頭上威脅 去違法扣留 undue inference 影響給些酒去 但是呢 我想你提的就是說 foidable 其實你首先是三和五這樣記 一個vally,一個void 一個合同如果是沒有了 那五個essential element 就是void 那這裡 但是記了vally 和void之後 中間有一些空隙 我們不知道 叫做 du rest,manage undue inference 還有很多的 fraud 那些 那好了 但是呢 這些呢 是合法性的 其實呢 如果沒有inwriting 我們就叫做unenforcible 就不將它歸類於void和vally 但是呢 原來我們合同呢 還有第二個層次去看的 我們不是說合法和不合法的時候呢 是說進行中 還是完成了 完成被完成的 OK 沒有完全被完成的 即是進行中 好了 除了這個層面去看之餘呢 express implies 剛才說過的 而這個contract 其實就是void 所以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那個 好